有小隋堂之称的艺人李密 他的脸书照片被盗用 而且还另开新的通讯软体账号应召 号称约会一次两万元 一直到有粉丝发信息 到他的粉丝专业求证 才发现说有人盗用 律师说这必须要举证才能够提告 而且不一定找得到幕后的藏进人 号称小隋堂的艺人李密 有傲人身材长腿细腰 但这篇脸书贴文说 李密能外约一次两万 特价一万七 图片副解说高雄震撼蛋演艺圈的 另一边还有以李密照片 申请的LINE账号 对话聊天内容非常煽情 粉丝私讯给他 他才知道图片被盗用了 而且自己的行情 大概两三万之间 那个图片就用我的照片 跟我的名字 还有写说艺人小隋堂李密 然后几号到几号会去高雄 然后三天 这段时间都可以打什么什么电话 然后跟他们预约说 我可以陪他们就是约会或是睡觉之类的 价码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一次三万块之类的 其实李密曾经是女子团体成员感秀身材 而且北一女台大毕业 父亲是前资深堂董事长 他曾经为了公司股份跟大伯打官司败诉 这一次是照片被盗用 不知道多久才有粉丝传信息给他 他才知道 律师认为已经触法 可以提告 被害人他的照片是被拿去说 好像要做原教或什么样不实的 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话 同时也可能会造成名誉毁损 律师认为艺人有签约 所以能说触犯智慧财产权 但一般人必须举证损失才能提告 警方已经注意到网路犯罪问题严重 但也坦言不一定能追到幕后藏进人 李密现身说法证明外约美女 不一定都是真的 TVB新闻黄建国林伟龙台北报道